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50年流行文化的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 但这位大侠其实还有一个身份 就是媒体人 他曾经在《大公报》工作 后来又创办了《明报》 2024年3月10日是金庸诞辰100周年 近日曾在他所创办的《明报》月刊 担任总编辑兼总经理的潘耀明 接受了中信社专访 讲述了金庸作为报人的一些故事 潘耀明从小就爱看金庸小说 曾在三联担任编辑部主管 后来他得到金庸赏识 获聘进入《明报》月刊 担任总编辑兼总经理 一上来金庸的办公室的特点 就是很多书包围 大概有不到半个小时 差不多半个小时 那么他拿了一个他熟悉的评书给我 那么我当时非常感动 因为我过去还没有签记 接受一个还是一个大高万众 签记写一个评书 我当时都没有细看 我就签了 后来我回去试看 才看到原来他那个很多细节 其中就是说我除了做总编辑 还兼总经理 因为他了解到我原来在李维大学 NYU连出版管理跟杂志学 那么他就希望我在戏场 跟这个编辑做一个评论 潘耀明回忆金庸其人很有个性 曾因为被指出没有真正读过博士 在巴旬高龄前往英国剑桥大学 攻读博士学位 但他在办报过程中 对下属却是非常亲和 彬彬有礼 后来我来的第一天上班 我就要去拜访他 那么看他有什么机器 我一进去 他一看我来了就站起来 金庸这个习惯 他不管你是谁来找他 他可能站起来 这个是礼仪 我还做过几份工作 没有碰到一个老板 是那么对下属 什么有礼貌 那么这个是一个传统的 文化人一种遗风 遗风就是这个优扬遗风 金庸对于办报也很有想法 他广泛网络了包括潘耀明在内的许多专业人士 给出了很高的待遇 对这些人才给予信任的同时 他对于工作细节也十分仔细 他认为 明报月刊要办成品牌 我负责这个明报月刊 基本上他没有具体的去 就是过问 过问你的事物 有些时候呢 他是很念经 因为有时候我会收到几条 就是金庸呢 学下几条 我发现这一期 哪一篇文章 有遗体记 有这个标准符号不对 他可以看得那么细 所以金庸他有个明记 在明报的主管都知道 他是几条管理 他说 潘先生你知道吗 我办这个明报月刊 要给明报集团穿一个明牌西装 所以你这个杂技 你最好呢 找一些明家 海内外一些明家来 来写稿 包括那个 杨健安教授啊 这些都是打架的学者 潘耀明告诉记者 金庸极爱读书 可以说书不离手 因此知识面非常广博 他尤其喜欢历史 晚年时曾非常想写历史小说 然而由于身体不好 没有达成这一愿望 这对金庸和读者来说 都是遗憾 如今金庸离世已近六年 但他在华人世界的影响力依旧 无论是他的武侠小说 还是他创办的报刊 如今都依然在影响着 无数人的精神世界